這幾場比賽打完 那資本家白蛋拿還不得直接提筒跑路 咱們今天的這支影片 就帶大家盤點五場 心目中最值得期待的UFC夢幻之戰 大家覺得哪幾場最有可能實現呢? 首先是第壹場康納與小媽的三番戰 八角龍裏面個個都是社會大佬 但是能夠讓嘴炮康納都包含壹句 社會裏大哥的就只有小媽了 這兩人曾經在2016年打過兩次 原本是康納的對手安喬斯 因傷退賽當時小媽火速備賽洗壹天 就從背後攪殺了如日中天的嘴炮 那斯托科頓大嘴巴子是扇著泡泡嗡嗡響 小媽賽後的獲獎感言也是秀出了天際 之後的二番戰 泡泡雖然沒有太大的優勢 但也算是憑點速返回了壹局 從看熱鬧不嫌事大的角度來說 康納與小媽的三番戰 絕對是充滿看臉的比賽 五年過去了曾經的小流氓 已經成為了知名的爆炮戶 而當年的真痞子 現在依舊是匪氣十足 不管是小麻無限拉滿的血條 血怒壹開對手積天的戰鬥風格 還是康納這種仇恨拉滿的爆發富氣場 絕對是數前數到首抽筋的壹場比賽 從目前女子營量級來看 子彈姐已經是生無可戀 壹場場碾壓式的勝利 輕鬆就奠定了她這個量級絕對的統治力 但是無論子彈姐的這個量級如何的翻營覆雨 只守著天在觀眾心中 母絲永遠是子彈姐的惡夢 要知道咱們的子彈姐 雖然在八角龍中只輸過兩場比賽 但這兩場都是輸給了母絲 因此子彈姐如今唯一要做的就是復仇 但是想要復仇這頭儲難級 第一猛女又是何等的困難 近七年來 母絲阿曼娜12場連勝 稍周對手近兩倍的打擊效率 和高達54.3%的精準率 讓13年未敗的機械婆 和不可一世的隆大羅西 都成為了她的拳下亡魂 無論如何子彈姐想要在八角龍中 迫留遺憾動物的圓滿 母絲將是她走向山羊 擺脫口舌的最後一關 然後就是第三場骨頭對陣黑龍的比賽 如果按照之前的白日夢 黑龍阿迪薩亞擊敗波瀾大錘之後 繼續挑戰身中骨頭 成為UFD史上第一個三冠王 讓她這一切被波瀾大錘的摩擦 污掉一層皮的黑龍 不僅吞下了MMA生涯首敗的苦果 也被徹底的打回原形 單挑骨頭的紅頭大葉 也只能是繼續白日做夢 現在再把之前黑龍教練 吹噓了三個級別的冠軍拿出來 這倆打的可是真疼 但這兩人到底能不能打 我覺得能打 從兩個人的全職來看 黑龍和骨頭都擁有出色的身體條件 驚人的天賦以及超高的拳傷 兩個人的技戰術風格也高度的相似 如果拋開身體維度條件來看 黑龍和骨頭基本上已經不存在太大的差距 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對於PCP歷史最佳的渴望程度 第四場 鐵血對陣骨頭 鐵血老哥在復仇擊敗喵喵其之後 終於圓了冠軍夢 站上了世界之巔 自此UFC中難級放野望去 暫時已經沒有人能撼動鐵血戰士的高壓統治 而放棄長期統治的輕重量冠軍頭銜 跨級深蹤來到中難級的骨頭雄4 也將成為人間最後的希望 不誇張的說 鐵血的身體數字 硬件指標已經是接近了人類的極限 特別是重機能力無異於來自地獄的扣溫 而骨頭從20歲出道 不滿24歲就登上了輕重浪級冠軍王座 12年八角龍生涯22場戰鬥 15場冠軍戰從未被真正意義上打敗 如今賣過兒力之年的骨頭在極業生涯結束之前 更想要尋求一次真正的挑戰 創造一場更加穩大的成就 讓自己永遠停留在眾生之上 最後一場 小鷹對陣GSP 由於鷹霸的突然離世 讓小鷹以29戰全勝的戰績 一哭泣 用八角龍中的勝利和淚水 完成了與父親以及職業生涯最後的告別 但是小鷹的職業生涯就這樣假然而止了嗎? 我並不認為 要知道鷹霸生前的願望 就是希望小鷹能夠帶著30戰全勝的戰績推移 所以小鷹最後一戰極有可能是鷹霸一直期待的 也是最能高位鷹霸在天之靈對陣GSP的比賽 雖然GSP已經告別了擂台三年 但一直保持隨時付出的狀態 他本人在2018年退役之前 也是申請過挑戰小鷹的輕重量級冠軍頭銜 只不過當時的資本家們認為缺少賣點 如今這個賣點已經成熟 所以白蛋也一直以對陣GSP為誘 勸小鷹回到擂台 完成最後的殺雞圈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 資本家們到底要不要忍通分點肉出來 來一場Happy Ending的大團員 好的以上就是為大家盤點的五場心目中 最值得期待的UFC夢幻之戰 如果大家也有想看的比賽 可以評論刷一波 好吧反正也沒什麼軟用